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欣欣在农村 有的人说呀 六十岁以后 如果具备这两个特征 十拿九准 百分之百的是长寿 到底是什么特征呢 咱们去找给老人了解一下 大爷 你有多大了 我今年七四吧 七四 我发现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的人 年龄的就是生命都不畅 八十多的七十多的身体 看上去都特别的好 大爷 你都说人到六十岁以后 要想唱首必须得做到这两年 这两年应该是做到什么 就是都是包括什么这两年 应该是这样 小伙儿们不是要生气 带牙都饿了 吃喝不错 小伙儿们就是看着 小伙儿子这一年 他就得开心 哦哦 是吧 是是 你老师也是这个心态上的好 那这三方面 他总是集中 他就有的心态就好 心态好 就是说过得开心 看见小伙儿们也醋 过得开心 小伙儿们就带给你 小伙儿子这一年 他们在外面 大伙儿子这一年 这就开心 你看是 各方面 小伙儿子这一年 那多了 小伙儿子这一年 你看这心态好 小伙儿子这一年 你那个吃时尚也注意 吃时尚也注意 吃时尚 也吃得太饱 又到晚上了 或者什么的 晚上吃不会饱 不能吃太饱 不能吃太饱 也不能吃太饱 吃太饱 对这个身体就有点影响 吃饱 这边肉鱼的 有这些肉鱼的这些 有后面就特别的肉 整个少年人 一吃时尚也得注意 也得注意 也不能吃太饱 就是说如果是60岁以后 就是说是要想就是 活得更长 就是说咱心态 首先是心态 首先是是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然后再就是说 此时尚咱注意 别吃太饱 是是是 那样就能够成熟 那样 通过刚才和这位大爷的交谈了解到 如果说人有这两个特征 一定是长寿的 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心态好了一切都好 还有就是说 老年人不要吃得太饱 要多食少吃 也就是说 你吃太饱了 对身体不好 对胃也不好 造成负担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